世界上大约有16万种飞蛾种类 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夜行性物种 其余的则是日行性或昼夜活动 这与蝴蝶大不相同 绝大部分的蝴蝶只在日间活动 由于夜间很难看到蝴蝶飞行 民间因此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认为夜间飞入屋内的蝴蝶 是去世的亲人或幽灵的化身 蝴蝶和蝴蝶飞行 蝴蝶都拥有非常多样化的种类 一些种类拥有其他的外观 花纹和色彩 然而不同的是 蝴蝶静止时会将翅膀合起来 蝴蝶则会将翅膀摊开 摊开的蝴蝶翅膀 往往会展现出像眼睛一般的花纹 这其实是为了阻吓敌人 除此之外 不少蝴蝶的花纹 都具有伪装和隐藏作用 以下是21种最奇特的蝴蝶种类 第一 贝拉鹅或华丽鹅 拥有华丽的外衣 身体和翅膀的颜色 由红色、粉红色、橙色、黄色到白色 翅膀摊开后的宽度 3到5厘米之间 贝拉鹅生活在 中美洲和北美温带地区 是一种骤形性昆虫 夜晚并不活跃 第二 月娥 Lunar mof 是北美最大型的肥蛾之一 翅膀摊开的宽度 介于4.5到7英寸之间 月娥分布于北美洲 另外一种外观接近 但体型比较小的月娥 称为中华月娥 生活于中国东部和南部 以及印度和缅甸地区 这种中华月娥也被称为绿维大蝉蛾 第三 象天鹅 是天鹅科的异种 其名字源自于它们的幼虫 外观像大象的鼻子 因此被称为象天鹅 象天鹅常见于中欧 是一种夜间活动的飞蛾 拥有很强的悬空能力 经常在夜间绽放的花丛中采集花蜜 象天鹅的翼展约为6到7厘米之间 拥有亮丽的粉红色和棕色斑纹 第四 咖啡透翅天鹅 属于天鹅科 拥有透明的翅膀 幼虫经常寄生于咖啡树 花椒树等 因此被称为咖啡透翅天鹅 咖啡透翅天鹅的分布范围很广 其中包括中国 印度 日本 东南亚和澳洲北部 它们的翼展宽度4.5到7.5厘米之间 属于白天活动的鹅类 经常快速翻转其透明翅膀穿梭于花丛间 它们与大部分的天鹅一样 能够悬停在空中稀释花蜜 第五 IOR 来英文字IOMorph的缩写 以翅膀上有两个黑色大眼睛而得名 IOR分布于北美洲 一盏宽度2.5到3.5英寸之间 属于夜行性鹅类 IOR属于天蚕鹅科 这种鹅类的生命周期都很短 大约一到两个星期左右 它们破咏之后就不再进食 因此拥有一个已退化的嘴巴 IOR在夜晚出来寻找性伴侣 一般在交配和产卵不久后就死亡 第六 委内瑞拉贵宾狗儿 或贵宾狗儿 这是一种2009年才在委内瑞拉 被发现的新品种 当照片被公布时 很多人还认为这是修改过的照片 贵宾狗儿体长大约1英寸 非常稀少 自2009年首次被发现后 再也没被发现过 迄今为止 贵宾狗儿唯一已知的栖息地 是委内瑞拉卡内玛国家公园 第七 塞克罗皮亚残鹅 是北美最大的鹅类 一展尺寸为5到7英寸之间 塞克罗皮亚残鹅的幼虫 最常出现于枫树 樱桃树和花树上 与其他天残鹅科的鹅类一样 塞克罗皮亚残鹅 没有完整的口腔和消化系统 它们破咏之后就没有进食 因此它们的生命只有两周左右 它们利用两周的时间 积极寻找伴侣 交配 产卵 然后死亡 雌性残鹅会发出信息素 一种化学传迅速 远至异鹅里外的雄性残鹅 都能凭其灵敏的触角 感受到这种信息素 第八 日落鹅 生活于马达加斯家 被称为世界最美丽的鹅类 以及最迷人的零翅木昆虫之一 日落鹅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气 也是最受收藏家追捧的昆虫标本之一 它们的颜色非常艳丽 而且闪闪发光 特别是在火体身上 日落鹅的一盏宽度 7到9厘米之间 一般生活于马达加斯家高山地区 样子像蝴蝶 经常被误以为是蝴蝶 与大多数鹅类不同 日落鹅在白天出没 其明亮的颜色似乎警告掠食者 它们身上有毒 成年日落鹅的主要食物是花蜜 它们特别喜欢摄取白花和黄花的花蜜 第九 蒂鹅 是天蚕鹅的其中一种 成年蒂鹅的翼展宽度8到17.5厘米之间 身体上的主要颜色是黄色 带有红色 棕色和褐色斑点 能很好的伪装成枯叶 蒂鹅分布于美洲大陆 从阿根廷到加拿大都能找到它们的踪影 夏天最为常见 它们全日出现 但只在夜间进行交配 与其他天蚕鹅可一样 破永后的蒂鹅都不进食 生命周期也只有2-3周左右 第十 大孔雀鹅 又名大天蚕鹅 或维也纳巨黄鹅 是一种大型的天蚕鹅 也是欧洲地区最大的鹅类 一展宽度可达15-20厘米 大孔雀鹅生活于欧洲 远至西伯利亚和北非都有它们的活动记录 由于大孔雀鹅属于天蚕鹅 它们破永之后就不再进食 天蚕鹅的生命周期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 卵期 为期大约10多天 它们每次产下数个至数百个卵 第二 幼虫或毛毛虫 大量进食 为期20多天 第三 减勇期 进行激烈的内部蜕变 维持大约14天 第四 乘虫期 只有数天至两个星期 第十一 南美聚蚕鹅 属于天蚕鹅科 破永后就不再进食 拥有6个分类 每一种分类都展现出不同的亮丽色彩 南美聚蚕鹅一展宽度8厘米左右 翅膀上有几个白色斑点 是它们的象征 南美聚蚕鹅主要分布于南美洲日带地区 是一种夜间活动的天蚕鹅科 第十二 蜂鸟透一天鹅 属于天鹅科的鹅类 这种鹅类外形象蜂鸟 经常被误以为是大黄蜂或蜂鸟 能悬空 快速和持续不断地飞行 蜂鸟透一天鹅的特征 是部分翅膀透明 全身具有红色 棕色 橄榄绿和深红色的亮丽色彩 它们分布于北美大部分地区 能长途飞行 是一种前途物种 从加拿大安大略省 至美国东部最为常见 蜂鸟透一天鹅在白天活动 经常出现于各种花丛中 采集花蜜 第十三 大黄蜂鹅 一种将自己伪装成大黄蜂的飞蛾 它们其实不会咬人 一点毒性也没有 它的模仿和伪装 主要是为了吓唬掠食者和保护自己 大黄蜂鹅原产于欧洲和中东 如今已经被引入北美洲 然而在欧洲 大黄蜂鹅被视为一种害虫 主要是因为它的幼虫 会侵入杨树的树干内 导致大量的杨树死亡 大黄蜂鹅一般出现于夏天 其翼展宽度3.5到5厘米之间 主要的天敌是鸟类 第十四 蝉鹅或丝绸鹅 Silk Moth 一般称为家蝉 是丝绸的来源 幼虫称为Silk Worm 意思为丝虫 中文称为蝉宝宝或蝉虫 蝉虫能吐丝之茧 蝉虫是由一根300至900公尺长的蝉丝之城 经过分离后能支撑丝绸 在5000年前的江南地区 就有关于养残业的记载 丝绸和养残在古代中国经济和文化上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蝉虫的主要食物为桑叶 它们肉业不停地吃 因此长得很快 从卵到蛹 体积增长9000倍 当它们完成四次褪皮之后 它们就开始涂丝包裹自己 变成茧 蝉虫则在茧里慢慢变成蛹 此时将茧放入废水中 就能杀死蝉蛹 并抽取蝉丝 成年的蝉 称为蝉蛾 不能飞 不进食 它们的唯一目的 只在于蝉卵繁殖后代 雄鹅交配后会马上死去 此鹅则于蝉卵后死亡 第15 可乐豆或莫潘尼 是一种广泛生长于非洲南部的树木 这种树木能吸引一种名为 莫潘尼鹅的鹅类到来蝉卵 卵孵化成毛毛虫 成为马多拉或莫潘尼虫 一种该地区数百万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莫潘尼鹅是一种大型田鹅 一盏尺寸达到12厘米 生活于非洲南部的温暖地区 它们将卵产于莫潘尼树叶上 孵化的莫潘尼幼虫 会吃掉这棵树的叶子快速长大 莫潘尼虫长大后 当地居民就会从树上将它们栽下 刚被栽下的莫潘尼虫 必须将肚子内的绿色粘稠物挤压出来 像挤压膏那样 接着莫潘尼虫就可以晒干收藏 或拿到市场上卖 或直接烹煮来吃 在非洲南部 养殖莫潘尼虫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波茨瓦那 纳米比亚 南非和津巴布韦 每年的生产量可达数百万美元 如今 在该地区的超级市场上 几乎都能找到莫潘尼虫的罐头 第十六 西班牙月娥 是一种生活在西班牙和法国地区的儿类 属于天残儿科 既破咏之后就不再进食 它们在夜间活动 是这个类型的单一品种 西班牙月娥每年四到五月破茧而出 然后就寻找伴侣繁殖后代 雌性西班牙月娥喜欢在果树和松树上产卵 每次产下100至150个卵 雄性和雌性分别在交配和产卵后相继死去 幼虫在一至两周内孵化 它们在夏天大量进食 甚至能吃下坚硬的松叶 大约一个半月后 幼虫就会掉到地上 在泥土或枯叶下结茧 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破涌而出 第十七 聚爆灯鹅 Giant Leopard Moth 生活于北美洲南部和中美洲 是一种大型的夜鹅或灯鹅 属于夜行性 在夜幕降临之前 它们几乎都不飞行 而且喜欢在夜晚飞行的时候 铺向有灯火的地方 聚爆灯鹅的一盏宽度大约3英寸 相等于7.6厘米 雄性比磁性大 而且相对活跃 第十八 花园虎鹅 是一种夜鹅科 顾名思义 一种夜行性的鹅类 花园虎鹅生活于北美 加拿大和欧洲 偏爱寒冷的气候 它们在夏天繁殖 产卵 然后死去 每年的7月和8月 是花园虎鹅最常见的季节 进入9月之后 很多花园虎鹅就开始死去 幼虫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孵化 大量的进食和长大 然后进入泥土内冬眠 一直到第二年春天 它们才从泥土中爬到树上逆食 继续长大 直到变成蛹 新一代的花园虎鹅 则在夏天破涌而出 花园虎鹅虽然美丽 但它们的蹄叶有毒 它们的幼虫身上多毛 也含有毒素 不小心碰到会引起皮肤敏感 第十九 家猪陶天鹅 别名英文天鹅 分布于亚洲和肥洲等地 夏天飞行到日本和欧洲各地 家猪陶天鹅主要以花蜜为食 它们偏爱牵牛花 茉莉花 金银花等芳香的花朵 它们在黄昏时分特别活跃 日落之后停留在花朵上 夹猪陶天鹅主要产卵在夹猪陶的叶子上 幼虫主要以夹猪陶叶为食 夹猪陶是一种有毒的植物 但幼虫对这些毒素免疫 它们吃了这些叶子能让体内产生毒素 能避免掠食者的侵害 第二时黄鹅是天残鹅科属下的一种 以体型巨大著名 黄鹅生活于日带和亚日带的森林地区 主要分布于台湾、东南亚、中国南部和印度 它们的茧能抽取蚕丝 制成布料 但不如家产那么普遍 黄鹅被认为是全球最巨大的鹅类 它们的翼展宽度可达24厘米 与一般天残鹅类一样 黄鹅的触角像鸟类的羽毛 主要用于蜜鹅 黄鹅没有完整的口腔和消化系统 不能进食 它们仅依靠幼虫时期大量摄取的营养维持生命 一至两个星期内就会死去 第21 鬼脸天鹅 是天鹅科的一种 主要特征是背部有一个明显的骷髅行纹 当它们受到惊吓时 会发出叫声吓唬敌人 鬼脸天鹅因其诡异的外形 而被视为邪恶的象征 经常出现在文学和影视剧中 例如1991年的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 剧中的变态杀人狂在家中饲养的鹅类 就是鬼脸天鹅 鬼脸天鹅有三个分类 分别是 1.鬼脸天鹅或人面天鹅 分布于亚洲和俄罗斯远东地区 一展宽度8至10厘米 2.非洲鬼脸天鹅 分布于非洲大陆和欧洲 3.芝麻鬼脸天鹅 分布于亚洲 属于体型比较小的一种 鬼脸天鹅与一般天鹅可一样 主要的食物是花蜜 经常被发现闯入蜜蜂的蜂巢 吸食蜂蜜 它们能模仿蜜蜂的气味 让蜜蜂群认不出它们是入行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